各位五郎 歡迎各位麗蘭 韓國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 2011年香港花圍指令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Hong Kong Crowd Show 2018 今天我們很歡迎邀請到 香港銘南盆景藝術學會 榮譽會長兼技術部門及創會會長 黃舟成之三個地藏廣 主題是 複色盆景的製作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Mr. Wong Chau Seng The honorary president, technical adviser and funding president 근데 from Institute of Green Lan Pianjin Hong Kong to perform a political talk The topic is How to Make A Attention Road Pianjin 與在有請黃อสสัง Let's give a big hand to Mr. Wong 各位先生,各位盆景的幕後者,大家好! 今天,經康民處理邀請,在這裏跟大家講一講附石盆景的製作技巧 今天是領南盆景,附石盆景的製作,什麼叫附石盆景呢? 我們看看右手邊,紅果生吉,就是附石盆景的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都是我做的,附石盆景就是將樹和石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做出一個好像在峭壁懸崖上面,懸根路斬符岩而下的一個險峻的美景 大家看到右手邊,這個是石頭,還未做的 那為什麼要找個假戴呢?就是因為他們會做個石筆 這段這個已經做好石筆的,我們將樹附植上去 今天和我同台的是我的徒弟,也是我今天的一個助手 叫做邱鶴梁先生,大家歡迎 那下面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我講講,附石盆景裏面,首先就是講石頭的選擇 附石盆景用的石頭,首先是一個,是要鬆長的,高挑少少的 就是你不要找一個軟軟的石,很矮的石,做出來就不漂亮了 如果能夠找到一塊,省尾有杜三角形的,這個就更喜上了 那是一個為什麼呢?到三角形,好像雲頭主角這樣做出來的時候 那個作品,你會看到它更加險峻,更加有觀賞性 第二個,一個石質的選擇,石質的選擇要求那個石頭一定要有個硬度 即是說,起碼它不容易鬆脫,或者是斷開兩字 所以呢,最理想的石,就是我現在扶著的這個鷹石 什麼叫鷹石呢?鷹石其實是石棚銃 這個石棚銃石,經過長期的風吹入曬雨流 還有地體的河水的衝擊,慢慢衝食到它,你看看 高低起步,有很多坑坑坑坑坑坑,石呢,是要多些 一個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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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石質上的腰頭要密度比較大 要夠硬 所以通常會使用鷹石 或者是太弧石 或者是假太弧石 明天我們準備倒上那塊都是鷹石 這就是石質的腰頭 顏色的腰頭又怎樣 可以是淺色的 可以是深色的 最靚的是什麼石? 灰黑色就是那些白根的影石 這個是最靚的 因為它的顏色有多一點 所以那塊石會令到它的觀賞性會更好 這個是石頭的選擇 它不是唏凡性 因為這裡有將對方 可能我們來對方的目光 胡法濟 庫山都有,我價值到紅果的山根海 這個在紅頂南環境裏面 有個好聽的名字 叫做借私懷君 利用檸檬那個特性 優越的特性 檸檬有什麼優越的特性? 衝生快獎 抗性能力強 抗性能力強 抗性就不用解釋了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做衝生快獎 因為很容易中的 亦大都很快的 但是抗性能力強呢 可能我要解釋一下 抗性是包含著四種 第一個 抗乾化的能力 第二個 抗爐的能力 即是水多水浸的能力 第三個 抗蟲害的能力 第四個 是向病害的能力 加起來就叫做抗性能力 檸檬就有這四種抗性能力 所以說它抗性能力 所以它就利用了檸檬那種衝生快獎 抗性能力強 來做到尖紅 即是做到下面那一節 然後將紅火山雞的牙齒上去 就變成一個紅火山雞的負尺負尺 它給我們正常用紅火山雞的根來負尺 要快三到四倍 如果用五根來做抗性能力 四年可以 四年可以拿出來建 但是如果用紅火山雞的根來負尺下去 當然 當然你是節省到不用做牙齒 但是你的時間呢 它長到了 如果它是四年的話 可能它要十二年 因為剛才我說 它是原裝的紅火山雞的根負尺的 生長的速度是三倍 甚至會更多些 所以我就利用了紅火山雞的 那這個是 根負 那這個叫什麼根負 那 第二個 第二個 你能用這個負尺 的方法 是幹負 幹負就是你有一條條 一條直筊的條 例如說 我又是撤回紅火山雞 我找一條條條來補遞 這句 符幹 符幹和符根同一個品種 大家都說紅火山雞 符幹就比符根快很多 但是符幹呢 你看我 我就要首先播種 收到紅火山雞的種子 而言論自己的播種環節 培養他一條條條 這條條條 是只准他掌波 不准他掌環 那他有一滴長度的時候 然後我們將他扶一頭 這樣他會掌得快 這樣他會掌得快 快一點就沒事 符幹和符根兩尺之間 有什麼好處和不好處呢 符幹無論有什麼好處呢 幹是比筋大得快 幹是比筋大得快 而且在衝突上比較簡單 只要你把那個植物 還在頭的附近 然後跟著你摔擾的路線 來去扶植就可以了 剛才我損石的時候 我都用東西未記得 跟大家說 那塊石最好是碰紋的 碰碰的 除了粒頭不平之外 還有碰紋 碰紋的 碰紋當然有利於我們去扶根扶案 很容易 將一條根或一條案 隱藏在石瓦裏面 若隱若然 更加被人看到 那種奇特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那種奇特 那能夠做 富赤盆景的種類 也有很多 包括什麼呢 山極 紅火山極 我們剛才說山極 山極有種是 紫色的果 紫黑色的果 這些山極就是 紅色的果 在北方人裡 叫做金豆 不知是否他們的果 沒有他們 現在南方這些 紅火山極這麼大 因為我們好像波子仔那樣 他們都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們叫豆 不叫吉 叫豆 金豆 第三種呢 魚船 第四種呢 鶴船 第五種呢 是可以 印度櫻桃 迷你櫻桃 指名 雀梅 那 基本上呢 在附赤盆景裡 都有他們的忠明 所以在種類方面 我們會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選擇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在選擇的過程裡面 有些人是喜歡看果的 那就要選擇果的 那果類 剛才說 紅火山極 還有火擊 印度櫻桃 李氏櫻桃 這些都可以賞果的 賞業的就更多了 魚舌 薄樹 雀梅 福建柴 九里香 芷梅 芷梅 芷梅可以上花 一些 但種類很多 這些都是我們選擇的 選擇的目標 下面就講講 我們附赤 需不需要選季節 這個答案 如果附金是要的 附金是要的 除非 你那條根夠長 下面有很多毛細根 你移植來附的時候 它已經本身是帶泥頭的 那個泥頭不需要散的 這個就不需要選擇異業 一年性異業 基本上都可以 但是一工呢 在嚴寒的東異裡面 最好就不要做 因為為什麼你做了久 遲遲都看不到發芽 遲遲都看不到掌季 不過呢 就更加了 只要在生長期 或者是幽年的末期都可以 什麼叫做生長期啊 如果是東年的植物 通常呢 乳水 辣春乳水 經植 在乳水到經植之間 就可以進入 就在春婚了 春婚前這段時間 是剛剛進入生長期 春婚前這段時間 或者是幽年的末期 幽年的末期 根據不同的種類 大部分都在大韓 小部分在小韓 也有一部分呢 在立春 這個是他們生長的 幽年的末期 末期就是什麼 從外訓請教 一分請教他們 進入生長期 這個通常是冬眠植物 但是在香港 有冬眠的植物 也有夏冬的植物 也有夏冬的植物 有些是夏季睡覺的 那夏季睡覺的呢 你就留意一下 比如胡椒木 那是夏冬的植物 夏天擲鴻 夏天擲鴻 更有些 芒 Yani 捷迷 像是夏年al 順暢 蔑瑋 像是夏季 夏天擲 出國 附石石頭的選擇 石質的選擇 石色的選擇 附石的兩種形態 一個是附金 一個是附金 下面裏面呢 好了 準了 第二個部分 把這個石倒到有隻腳可以自己站穩 下面我們就開始了 通常我們倒這隻腳 需要的是什麼呢 首先這個石的腳要給它一點水 頂濕一下它 雖然我金跳了我淋濕到它 但現在球官都要給它一點水 這樣呢 我們會頂濕一下它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這個石乾的時候呢 英黎沙癡就不穩 所以停回它 它是幫助它 它是來的 它是分離的 它是幫助它 它是來的 它是分離的 然後呢 英黎和沙的比例大家要注意 一般來說 那個腳 那個腳需要的水黎沙的比例 是一比二 一份英黎 一份三 英黎呢 是用五百毫的 五百毫的英黎的標數很高 所以它的長度比較硬一點 比較牢固一點 我們今天由於 只有一個半小時 所以 一會兒未必乾得泄 雖然我們現在加了快乾鷹在這裏 如果不用快乾鷹在這裏 通常要二十四小時後 才可以拿起 但是它還不是在那裏 如果你大力這樣等著它 它一樣會鬆脫 所以現在我們加了 快乾鷹在這裏 希望 兩個小時後 可以拿起它 拿不起來就有它了 拿不起來就有它了 只不過讓大家知道 是怎樣做過腳 做過腳的時候 我們首先找兩個三腳架 上面放一條 跌通 然後用繩把石掉到它 就是 重心是純直 重心是純直 就是我們叫來的時候 這個形態也是純直 不純直就要調教 比如說它不純直 我剩下一個繩子 就可以在另一邊穿上去 然後調教到純直 然後再打個裂 這樣基本上就可以了 這個島 我等的時候 其實這套三腳架 是很容易可以的 怎樣可以呢 有些新的店舖開張的時候 有很多人送花腩去 這個就是從花腩去架去 你只要在垃圾房 撿兩個三腳架 搞定 在上面放一條 塑把病 如果你沒有水 塑把病都搞定 本來我有些重工浪 有關的問題 考慮到大家回家都做到 所以我最簡單 不用錢買的 讓你們回去都可以做 那條繩要求要柔軟 但裡面要救命 可以用那條布袋 就可以買的 那條布袋 那條布袋 有得買的 那條布袋 那條布袋 主要救命就行了 那扶石棋 我們今天為何會搬這麼大的 因為在這麼大的 的 的市運轉台裡面 如果我們這條 只有三四川高的扶石 扶給大家看 一點都不像樣 所以這條布袋 有些份量的 這兩條不算大 算是中型的 大的那些 是多個人的 那些起碼的石 也有二百斤 甚至有三百斤 這個屬於中型 很大的 中小的副石 的作品都有 最小的 不超過三寸 不超過三寸 所以大家又不用手動 我學會了 我回家這麼小的地方 我怎麼做這麼大的石 我都沒有力氣 你可以做得這麼小 小的就做得很多 特別用麻繩子 就可以把他拿起 兩個手指就拿起 做到一個盆景 你拿上手都要跟進 兩根床 基本上就是 所以不需要提供 需要外置 一個窗台 你擺幾個 所以 不是難的事 好了 我們 基本上 現在開始做了一個枕 做了一個枕 枕其實工具很簡單 而在家裏做的時候 最重要 在平地上面 在箭上面報紙 這兩個報紙 首先濕一濕它 然後高屏它 石腳 預先濕一濕濕它 然後開鷹泥三 剛才我講的 三重鷹泥的比例 是一比二 有些人說 我想省一比三 行不行 都行 不過平日就沒有 你不要省這些東西 其實多一點點鷹 就不多了很多 好了 我們的石 基本上 那個枕是怎麼出來的 這個石很有趣 好像兩隻腳 這樣拉開一點點 不過現在要做到鞋 要不然它 很甜 它會習慣的 這個就 很快就可以了 做完以後 我們就開始 手等片坑 我們就做這個褲石 這個褲石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由這個背面是光滑的 由這個背面是光滑的 所以 大家看不看 這個背面是光滑的地方 我們來開一條坑 那這條坑是甚麼來開呢 這條坑是光滑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充電的戒機 也有些差點的 迷你形的戒機 只要你 裝一個戒頭上去 就可以 一路被水浸著 然後就可以把蝦 推出來了 由這個平滑 這條坑很難掛得住這個石 所以我們就拖了一條坑給它 拖了一條坑給它 有人說 我常常拖一條坑給它 不要看 我說 不去了 翌日那條樹木 它在這裏 會砸整個坑以後 它上面會生潑到 遮蓋整條坑的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 好像一條馬王那樣 黏住在這裏 這麼有趣 其實它就是 因為裡面那條坑 不夠地光的身長 它雜本都一樣 所以它就向上面這裏抗闊 好像兩隻手指擺著那樣 一條大的騎拿 那樣抹著這裏 所以你看上去 是覺得神奇 你不覺得不好看 所以這點不需要 不需要擔心 那如果這隻 前後抹著都很漂亮的 那麼後面這條坑呢 它就不需要開 不需要開 那當然呢 那小隻的難扣 不是那麼容易 放在這裏 十條十幾的小隻 由高挑 由雲頭 尾角 前後都可以看得 那這些石非常之難 那我這塊石樹譜 賣得又便宜 都算可以 這個石樹譜 這個石是在哪裏賣的呢 是在廣州的南海 叫做平州花卫市場 裏面有幾檔是專門賣石的 那些石都是羅智英德 羅智英德 當然了 你碰巧漂亮的 真是好像孫孫如的 可遇不可投 你專門去找它 你可能去三次都找不到 但是這個不顧 看得夠漂亮的 見到就要買 這個石是不貴的 這個石是人民幣 買了七十五元而已 買了七十五元 現在買不到 因為這是早幾年的事 這是早幾年的事 好了 大家把目光 看回這裏了 這個椅子 已經做好了 已經做好了 一竿呢 我們解僱它便會站穩 拿到哪裏放那裏便會站穩 這個就好了 好了 我們進入第三個部分 我們今天用的苗 我們今天用的苗 是一個魚樹的苗 魚樹的繁殖 是用一段根 因為在南方 一般魚樹 是很少它開花結種子的 就算是 它不小心開了花 或者結了種子 你都不會留意的 因為你看 它的花刃很不顯眼 顏色又很不突出 跟葉差不多 所以結到你都看不到 但是極少 大部分不同 它見到城樹都是這樣 這個是魚樹的特性 因為魚樹本身是北方的樹種 你們說上到湖南 它們魚樹是可以做露樹的 像現在我們香港的公園 可以長頓大部分 有啊 我是樹大埔 大埔中心的公園就有幾個 程差不多20米高 啊 就是這個樹 這個樹 所以它的繁殖在南方用根 如果用廢子嘴用粥 然後用淡水的河沙插進去 插到緊緊打出它的短口 就是它的短口 通常的月呢 二十多天 它就會在短口那裏 琴琳圈掌出 蜜蜜麻麻綠色的液牙出來 然後通過時間的延長 它慢慢就變成小寮 小寮之中 我們就挑選一條衝撞的其他的就全部把它去除 集中理想一條衝撞 那如果你不理它 它會自我淘汰的 但是自我淘汰呢 肯定不是按著你心所感 我想要邊編出就邊編出 所以一定要自己去將多餘的部分 母餘的部分去救 那這條衝撞呢 我已經是用了一年了 一年 這裡是兩波來的 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衝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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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那一波呢 就不當更長 這條衝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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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兩波 這兩波 都在斷根的斷口裡掌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幹負 不是根負 所以一個苗 這條衝撞這條衝撞這條衝撞 這條衝撞這條衝撞這條衝撞 那如果我要負根的話 我就要培這條衝撞這條衝撞 培這條衝撞的時候 我們要找個長的淺盤 大概是八公分深 長的可能是八十公分或者一米 然後將這條衝撞在這條衝撞平它 然後拖直它 首先在盆底放一吋厚的沙 然後將它攤順 梳順的根 跟著上面再加沙加到八十目 淋透水 以後就留意著它的關收來給水 記住 不乾不乾 八個月左右 它的根可以去到一米 甚至超過一米 那你就可以用附根的方法來拖直 好了 下面我們將兩顆條分開了 由於它兩顆拆在一起 所以它兩個貼要難分分解 這個人看到 它黏得很實 在附席之前 我們要做一些準備工作 你一個十四號的鐵線 十四號的鐵線 不需要很多的 不需要很多的 那你為了 穩陣起見 三米到五米長就可以了 一把鐵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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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夠一盆的鐵 這些我們預先撈到鐵 那我們用哪個鐵呢 我們用混合的盆栽用土 那它裏面的成份是什麽呢 第一 黃花沙 黃花沙到底是什麽呢 但是完全沒有肥份 但是完全沒有肥份 酸鹹度是什麽呢 TH值是6至6.5之間 屬於羊酸性 這個第一 黃花沙 第二個部分呢 是熔草 熔草有四個名字 學名叫熔草 英文名叫做鐵波士 大陸人叫做泥炭土 台灣人呢 就叫做泥炭台 那它到底是什麽呢 它到底是植物的腐屍 即是腐爛的植物千蘭 它怎麽來的呀 可能 出產這種熔草的地方 在千八年前 可能是一大片封盛的爐梅 後來扔到哪裏 沉到地底 好心好心 千八年後被人開採出來 經過篩選 經過控干 經過包裝在市場上出售 在香港賣的 多數是來自哪裏呢 九星 澳洲 加拿大這些地方 那第二個包裝呢 是0.6個了 很大的包裝 很大的包裝 那當然花店也有小的包裝 十元八元包裝 那些這麼多的 那這個是第二個懲罰 那熔草的特點又怎樣 第一個乾脆 絕對不帶有外販 不帶雜草的種子 不過 它的孫性很強 TH 即是孫簡道去到哪裏呢 它是屬重孫性的 大概是TH2.8-3之間 一般植物 未經過中國呢 是承受不了這樣的孫性 那這是第二 第三種成分 就是粗河沙 由於黃花沙 雖然它的沙質豐富 但是 它的沙質的含量 還未達到我們疏松透氣 排水的性能 所以我們還要加上 淡水的粗河沙 令到泥島的結構 更加疏松透氣 根據排水程 這三樣 是肩膀可視的 最後一樣 就是堆肥的 那三者的比例是怎樣呢 通常 黃花沙是兩份 蓉草是一份 河沙是一份 堆肥是零點三份 原來將它拌勻的 灑水三成三 然後蜜蜂在二十四小時後 就可以用了 可能有人問 我說為什麼要灑水 為什麼要蜜蜂 24小時就可以用了 它不是好像熔洲炒味 那馬上炒完 就吃它不行 原因就是 熔草這種物料 它第一次摘觸水分的時候 水分不容易進入它的粒子裡面 所以必須首先灑水 三成湿 三成湿如何衡量 這個三成湿是照 照飽和量的三成湿 我們用手擦 將它拌到油 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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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灑太多 就麻煩 你要慢慢吹乾 就散光 所以 逐一點 灑水 以後我們用手 出力拿著拌勻 拿到植料 如果你一放手的時候 那些植料成夠在掌心裡 慢慢散光 慢慢散光 那種濕盆 但是如果 你用手指的垃圾 變成太大地出水 那濕了 濕了 濕了會怎樣 它就會破壞植料裡面的結構 因為 黃泥沙裡面 黃花沙裡面 有黃泥粉的成分 一想多的時候 它會變成泥漿 泥漿裡面一乾 泥土的結構就會受到破 所以呢 三成分的辣 好了 萬一個多了少少 我出來拿著它一塊 放開它去同山 甚至手指的垃圾 有少少的水織 這樣還有得夠 攤開它在陽光底下 爬開它 在陽光底下照一照 然後再重新拆一拆它 就行了 就行了 收開它 然後 那個垃圾袋 或者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蜜蜂 24小時 所以剛才我說 融草這種蜜質 第一次先中水分 水分是不容易進入它的 那不容易進入 我們攪拌 會不會出現什麼問題 喏 如果你是裸根 什麼叫做裸根 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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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英國綿 不帶泥頭的綿 只剩一把根的綿 你種一百瓣 會吃一口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你種完以後 你濃水 那些水 不會進去 不過來表面 養住一攤水 這就是給我們一個錯覺 以為它夠水 那些水都不進去 其實只要你將它滑去看 裡面是乾淨的 一些水都流 幾個小時過去 這個植物 就有機會死 所以這個灑水三層濕 蜜蜂 24小時後才用 這個是必須的 因為這個是決定 你新種安苗 到底生與死的關係 大家看看 我現在付席的安苗 它本身就是我家的 所以一定是要這樣 好了 講到這麼多 下面他們準備動手了 我們準備 將這個樹苗 在這裏一路附上去 在附上去之前 我會想 爭多餘那部分 頂口 因為它會防外我們 附直上去 在這裏 快點 然後 再說一看 在這裏 剛才我們說到 他未對的鐵絲 還未對的鐵絲 還未對的鐵絲 還有準備了一些木頭 木頭是主要將 木頭只是那條競桿壓住 不要讓它走開 要它本身要按照我們需要它走的路線 因為你不壓實它 它有機會會走開 首先是將頭部固定 好 接著呢 這個都用頭 這個都用頭 來看 木頭的事實是將它固定 然後開到哪裏 那些就不開哪裏 其實可以用紅酒的瓶製 這裡 後面是它 這邊 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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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有些人 蜘蛛 這個樹呢,如果再粗一點,我們就很難度了 因為再粗一點的時候,我們勁肝就比較硬了,不聽話了 現在鮮的質量比較差點,硬得來脆的 我們除了木頭和樹的質量,另外還可以用一些密度比較硬的發布 紅酒的松木是軟木來的 軟木其實是一種水蟲,水蟲木整成的 金氪的雄、水蟲,水蟲,水蟲、水蟲 小玉,水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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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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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